但因為今天太忙了 我要做其他事情 因為其實 我真的要考慮是否多聘請一個人 即是全職的 因為我腦裡太多事情是想做 而真的做不到 我真的無法出來做 很簡單 譬如廣告 或者我們的網站等等的事情 都真的要找個人專人去跟 OK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生意 我應該做 是等於我應該做到的生意 兩成左右 我應該做到的生意 我已經相當不錯了 很多人會覺得 但應該做得更好 但你又是呆於 究竟現在的形勢是怎樣 或是這一頭 請人的時候 那頭被抓了怎麼辦 是吧 或是抓了同事怎麼辦 你想想結師的夥伴 全部被抓了 所以都很惆悵 今天是5月31日 在父親節來之前 原來下星期 還是這星期就是五節 甚麼時候 是嗎 14日 14日 14日端午節 是 還是父親節 端午節 端午節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除了可以上來買我們的鮑魚 刺 佛跳牆等等之外 當然不要忘記我們的九大鬼 因為九大鬼 其實我只有六個在這裡 不多貨 真的不會特別做 為甚麼呢 我明天會出相片 但我今天說好了 就是我上次吃的雞刺 我打算做了一個超廣告 我首先要這樣說 我現在吃的清湯 那些賣288元 一碗 其實只有一碗 鹽雞吃過 他不吃刺 但他吃過 佛跳牆 就是這麼大碗 很久也貴 但你知不知道那裡有多少 那些是一條條的牙間 有兩兩幾 一般來說 你在外面吃要六七夠水 所以只是高級走家才賣 賣的 如果平時我和你去吃那些 三九八一大鍋 那些 那些賣的 不過你都不吃的 OK 好了 那我已經很划算吃了 但我只要再強 再強硬一點 這個是節日限定 我明天才出相片 就是我們上次跟阿正吃過 那個雞刺 為甚麼那個雞湯刺這麼貴 會貴一點點 因為我不怕跟大家說 好一句不好一句也說了 正常人做生意就不會這麼說的 因為我的金湯刺 紅燒刺 那個湯還可以有遮醜的效果 但是雞湯刺 因為它真的是清湯 你又見了 所以我都要粗一點 長一點 再靚一點 毫無瑕疵 最靚的刺 OK 四位傭 四位傭 我是投降價 這次 大家聽清楚 說我死了 我還不記得 可能我會說甚麼 大家聽清楚 一二八八 但是 我上次 給你看到那個一斤的發埋的牙癇 那怎樣呢 你回去我也說了 解完凍 然後撕出來 找水沖一沖 把水沖放進去 那一份是799 但是兩份加上799 加上1,288 即是1,300 加上8,800 2,100 不是 不是這樣 是1,998 1,998 但是 你可以多些人吃 或者每人吃4,5兩次 你自己上去看看 這些二十多寸的牙癇 4,5兩次究竟有多少吃 要吃多少錢 那你就算到了 其實很容易算的 1,400、5元就換 那你不就只剩五、六千人 那現在二千元不用 如果你父親節 就可以試試這個 不過明天才出相 那我首先要先說一說 因為在我們表演之前 因為剛才我第一節說過 我的粗糙已經入了倉 不是,到了香港 還未入倉 那我呢 這間運輸公司的老闆在英國 大家有聽過節目的 我相信他也會用盡快的可能 就傳到一些貨給我 但是你始終有些程序 提貨、清關、過海關等等 我不懂的東西 我給錢給別人做而已 OK 所以大家如果訂了貨 就不需要心急 我們會WhatsApp你 你到時上來拿 大約是這樣 大致是這樣 5月22日之前 據我所記得 不是exactly 水王所說的 就我們這個水貨給到 5月22日之後訂的 就因為給不到 給不到他下一批貨的時候 本來就是6月20多日的預計 但是因為6月 就封關兩個星期 那究竟有沒有影響呢 他那邊還未回覆我 可能有影響也是10天8天 是吧 但是因為這樣延遲 我相信他又會出現了 課工不應求 其實我已經是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會賣到這麼重要 雖然這個醋 就像我的網友所說的 沒有喝10天 連頸、頸、背痛都會痛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他不是對這件事 但是真的有很多網友這樣跟我說 不要說上個星期說 什麼網球手、五十肩、濕疹 那些很神奇的事情 但Anyway是健康的事情 糖尿、減肥 大家留意 總之不需要日日打電話來問我 或者上來看 總之我們會WhatsApp你 留意WhatsApp 是的 留意WhatsApp OK 那 就是我們順序訂貨的命令來派的 派到沒有了就沒辦法 OK 好了 剛才我講了這麼大一輪 就是想講一下我們的結他班 我真的猜不到這次我們結他班的報名 都很踴躍 我們從開始擔心我們的初班 因為我們四人就成團了 成不成團呢 現在已經有六個人了 而且還有幾個人在問 我覺得六個人就很好 當然我希望可以多三、幾個學生 讓阿義收入好一點 是吧 但是呢 阿義反而沒什麼所謂 但是我正在替他肉緊 因為始終是一個惡人 其實真的很難忍吃 OK 希望大家 不需要害羞 從零開始 都可以學到 DWM 我到今時今日都不知道他DWM 我還沒懂得看譜 有些簡譜有些我懂的 OK 但是我很多朋友鼓勵我 其實真的沒有不二發門 就是年 越練得多 你就越好 基本上來說 其實如果職業手也好 很熟結他也好 如果你還想繼續維持 高水平 每天練三、四個小時 不爛天分 純粹練習 如果你說我一般業餘 我想玩 而玩得好 有一定的水準 那你起碼 不要說初學 你一天練一個多小時 那你終於都會玩得不錯 我也是OK 業餘水準 OK 那只是練習的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說 雖然有些人不認同 但是我真的上網找過 原來吉他是 是全世界最難學的三種樂器的其中 我真的猜不到 那麼多人懂得談 你也懂得談 但是原來是最難學的三種樂器 至日是一個難的 OK 好了 這一個時間我去跟雖 JAM過 JAM的 就是願平安歸香港 為什麼呢 你好像鼻動是你叫我JAM的 因為 其實我 我當然認識 彈音我也認識的 那我就說不如試一下JAM 那就是之前我們完全沒有配合過的 為什麼呢 剛才在六點鐘節目開始前 不如我們配合一配合 我說不用了 現場配合 配合得好又好 不好又好 因為其實我們的同學 我們同學 那班同學學了 願平安歸香港的時候 就是每人一邊的 不是我們學了的 但是分成兩邊 你就負責 Fingers 我就負責 彈 JAM 都未表演過 我們合過 那我們就試一下 OK 好了 在我們合這一個願平安歸香港之前 我當然要大力呼籲 記住這個星期六 因為上個星期六 幸好是離少了 OK 因為我小宣傳了 我真的很善私人 我希望大家 給一次機會我 給一次機會你自己 我不是說叫你買醋 或者買我的三保之一 的零絲包子 是我們的竹籠卷 你吃過的 是不是很棒 很有魚味 是的 那個新鮮的八爪魚 你也吃過 完全不是外面的八爪魚 可以比耳的 你唯有跟它接近的 就是威威小吃 我們牛肉 你不吃牛肉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現在的馬口丹蝦 我沒理由特地開一盒 下次我們再叫你試一下 真的很好吃 你不要用街邊 六十元四隻馬口丹蝦來比較 不是大小 你就是那種鮮味 我看一些網友跟我說 他刷很多頭 煎就輕輕煎煎就煮粥煲湯 他甜到不得之了 真的大家要試一下這些產品 真的無謂黑薄自己 你呢